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28集 从这胡三太爷的口中 张世飞差不多能够知道 这是什么事了 感觉那个什么拔尸 又活了 我靠 那该怎么办呢 张世飞只感觉到额头 一阵冒着冷汗 而一星星也是低着头沉默不语 可是呢 刘以迪却没有在犹豫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坚定 只见他二话没说 立马将右手平伸 拇指在另外四个手指头上 快速的按动着 他这一手张世飞见识过 知道这是他的能力 也就是补算一切的本事 这突然的变动 让张世飞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了 虽然他还是有些没弄明白 这东北三巨头两个月之前 不是抓捕逃亡的燃熙和初一去了吗 怎么两个月以后再次现身 却带来了什么拔尸的消息呢 这两个月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小区里面的居民在这一晚 很巧合的 都睡得很香很甜 没有一个无辜醒来的 就连喝完酒 或者刚在二奶家爽完 后半夜回家的那些醉鬼色狼 都无不晕倒在各自的楼道前 原因就是今晚的小区之中相当的不太平 一百多名道行高深的妖怪 将福泽堂外面包了个眼神 他们都是以动物的形态出现的 胡黄白柳灰占权了 这些妖怪大多数 平时呢都散播在东北各地 也有一部分是哈尔滨本地的妖怪 他们全都是被那三位护法大仙 所聚集而来 而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解决这次的拔尸事件 可能呢你会问了 拔尸作恶跟这些妖怪又有什么关系呢 都说汉拔过处赤地千里 受灾的应该是人呢 为什么这些妖怪要保护人类呢 这一点崔先生倒是理解 因为在这个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食物链是一环套着一环呢 这些成了气候的妖怪 多数都是有堂口或者道场的 还有一些是赠马与人 就是活 他们大多数都是要靠人来养活的 没有了香火 他们的道行就别想上升 这便是信仰的力量 正所谓复巢之下 哪有顽卵呢 人受灾受难 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这就跟国家开战差不多 一个国家被灭 不仅仅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国家也会受到金融危机 这些心地还算善良的妖怪身为异类 和人类有着共生关系 而且要知道拔尸现实所带来的后果 根本就难以想象啊 这些妖怪自然也有了危机感 毕竟在这片土地的黑暗之中 他们才是老大 岂能任由这一个老杂毛作怪呢 所以啊 他们丝毫没有犹豫的聚集在了哈尔滨 聚集在了福泽堂的门外 现在这个场面可是相当的壮观呢 如果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里就是聊斋现场直播呢 而且这些妖怪的数量还在一点点的增加 张氏飞时不时的就能感觉到 又有几股妖气聚集而来 妖气的类型也不一样 看来是五花八门呢 好战的不好战的都掺和到一起了 可很奇怪啊 照刚才所说 现在整个东北能够排得上名号的妖怪 基本上都到了 但是呢 张氏飞却没有在这群妖怪之中 感觉到他师父长天庆的气 老常为什么没来呢 莫不是那个老家伙嫌麻烦 所以依旧在那河边无聊的 同自己的尾巴下棋呢 崔先生见张氏飞 似乎想起来这汉拔的事呢 便没有再理会他 似乎他现在已经对更改自己命格 破除自己诅咒的事不放在心上了 毕竟现在汉拔都要出来了 他这个老好人哪还有什么兴致去问这些呀 事实上啊 张氏飞也是如此 并不是他不关心自己的命格诅咒 也不是他有着既是救人的凶悔 而是他被吓傻了 在他的心里边 那个什么拔尸 就是一个传说呀 就跟水武传中的贾宝玉一样啊 只是听说过 但是心里呢 却老以为这根本呢 就是离自己的世界太远的东西 现在听到拔尸即将复活的消息 从一个同样是传说中的老妖怪嘴里说出之后 他完全被震惊了 之前崔先生对他说过 其实在以前呢 就曾经有一个人妄图想要复活拔尸 这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那拔尸被崔先生的老鬼师父 用一张牺牲自己的符筹 永远的封在了一个山洞里边 但是若干年后 阴错阳叉之下 一个叫做圆梅的老杂毛 找到了那个山洞 在崔先生师父的遗体上 得到了一身的本领 他本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 他想要复活这具尸体 然后报复这个社会 但是崔先生他们最后还是阻止了他 使他的阴谋拍子覆中 之后崔先生和一心兴寻到了那拔尸 他俩心里都明白 这个东西不能放人不管 可以说这东西 本就不属于现在这个世界 但是由于拔尸不具刀枪 不恐风雷 想要将他砸碎 根本就不可能 崔先生曾经试过 用自己全部的力量 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切下一片肉 没有办法 崔先生和一心兴 只好将这拔尸 秘密的藏在了一处 常人根本无法发现的地方 一直到了现在 也就是说 这具要命的尸体 现在还在哈尔滨的某一个 不畏人知的角落里沉睡 见胡三太爷问他 崔先生便没在犹豫 对着他有些怀疑的说道 不错 自从那件事过去以后 我确实找到了那具麻尸 当时我兄弟刚刚出狱不久 外加上我还要回家 所以我们就把它埋在了江北的荒郊野外 可是那是一块荒地啊 大片大片的树林 平时根本就没人去 按照现在城市的发展 即使一百年也不会有傻子 想要动那块地儿 那里很安全 可为什么拔尸还会复活呢 那胡三太爷听到崔先生这话以后 便摇头叹道 不是复活 而是要复活 这件事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责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您就言语吧 这两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本来事情啊就够紧急的了 想想现在也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 崔先生很头疼 这真是领导都爱打官枪啊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赶紧先解决事情才是正理啊 要不然谁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那胡三太爷点了点头 然后呢 他一抬手 一道黄光闪过 窝子里的五个人脑袋里面都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些影像 这种感觉就像是回忆 但是他们都明白 这可能是这位大仙不想浪费太多的口舌 所以就直接做法 让他们了解这件事的始末 原来呀 当日从福泽堂离开之后 这三位大仙就没有回各自的道场 他们行动的力度确实很大 当晚就派遣了很多野仙去追查燃熙的下落 从那碾子山开始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但奇怪的是啊 翻遍了整个奇奇哈尔 竟然都没有找到燃熙的下落 这让种野仙很纳闷啊 心想着 难道这卵腰当真有通天彻地之呢 竟然好像从空气之中蒸发了一样 如此这般 直到两月之期即将过去 依旧没有查询到那两只卵腰的行踪 这胡三太爷可有些坐不住了 便下令扩大了搜索圈 最后两个星期的时候 整个黑龙江的野仙尽数出动啊 可是燃熙没有找到 却让他们发现了一件极为震惊的事情 就在昨日 哈尔滨的一名野仙从外地赶回 途经江北区的一片荒郊野外 竟然发现了此处杀气冲天呢 野仙这种妖怪吧 就和人一样 每一只所修的本领呢 都不尽相同 这名野仙正好懂得一些忘气的本事 他见一片树林之中凝结的凶器 竟然是整片树林尽数枯竭呀 他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凶煞之气 当时他心中所想 难道此地有冤雾诞生 或者是什么宝物出土 便强壮着胆子上前查看 哪成像啊 刚刚靠近那片树林 这只妖怪就再也无法上前一步了 因为这股煞气实在是太强了 竟然让本已经得了道汉的妖怪止步了 这只妖怪只感觉煞气夹杂着热浪 如同潮水一般的涌来 以至于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沸腾啊 似乎如果再向前冲的话 连自己都会被烤干一样 于是呢 他慌忙止步 退回了路旁 他心知此事蹊跷啊 便慌忙通知了三位管事的 吴三太爷正在追查燃熙的下落 本来不想再管其他的事 但是听完这野仙的汇报以后 也不由得有些顾虑啊 他本是领悟了大智慧的妖怪 距离修成正果 只剩寥寥几步之遥 心中所想自然不能跟寻常的妖怪一样 在听到这片荒郊之外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酷热煞气之时 他不由得联想到今年不寻常的天气上 于是呢 他便通知那名野仙原地等待 然后呢 自己亲身前往 果不其然 还没等到地方呢 他就感觉到了一股 足以令他胆战心惊的煞气 这股气实在是有够邪门啊 胡三太爷心中很明白这股气的分量 自己也自探不如 他心想 人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煞气存在呢 难道又是因为现在人世间 奇数以尽所产生的异象吗 胡三太爷心中明白 近年来人间所发生的种种天灾异象 足以证明 这是上天给予的警告 至于天灾异象 崔先生很明白是什么 自古以来 如果民不聊生 怨声载道 往往都会引发一些天灾 这可以说成是一种警告 是天道警告凡人的一种方式 这些镜像分别是 男女混淆 地动山摇 谣言四起 人如牲畜 鸡犬不宁 土现深坑 以及天险凶眼 此为古书之上的七大凶兆 如果把天道比喻成一个系统 那这七种凶兆 无疑就是系统的报警 如果不加理会的话 就会引发无法预料的灾难 顾名思义 男女混淆的意思啊 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男喜女物 女号男装 因为天地初开分两仪 一烟一阳化苍生 烟既是女 阳既是男 相生相克 却不相容 如果当一个时代阴阳混淆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男人想变成女人 女人呢 又想变成男人 此为凶兆之一 此事古时甘宝搜神记之中 便有记载啊 并非是空穴来风啊 而之后的几种凶兆 更是通俗易懂 地动山摇 讲的是地震山崩不断 谣言四起 讲的是民间百姓 终日成黄成恐 看不清事实真相 人如牲畜 这种凶兆则代表的是 人与人之间 不再有谦虚礼让等高尚的品德 取而代之的是诽谤他人 只为利益 互相谩骂 彼此欺骗 外加上一些 毫无廉耻之徒 不断涌现 影响着社会的风气 就如同畜生一般 而鸡犬不宁 则是代表着瘟疫 与疾病横行 百兽皆无法逃脱 地陷深坑 说的是 象征着厚重踏实的土地 无缘无故 突然出现无底的深坑 此意味着 深渊降至 无人逃脱 这个天险凶眼呢 则是最后一种天象 描述的是 北应湛蓝的天空 颜色忽然变得深红 且有一双 巨型的眼球出现 此为其中凶兆的最后一兆 所以人们就要好好珍惜 自己的生活 努力改变社会 如果依旧不珍惜环境的话 不爱惜身边的事物 努力地改变生活方式的话 差不多就会引发最后一种预兆 此照应验的话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过很大的可能 就会是世界末日 人存活于天道这个系统之中 如果肆意破坏系统 导致系统崩坏的话 系统很有可能一键还原啊 这就是崔先生的看法 而那胡三太爷 本身就具备神通啊 他自然也知晓这几种意象 虽然眼前所见煞气 不能够确定是不是 但是他也要以身犯险上前查看 于是呢 他便运起了自身道行 强顶着这莫大的压力 走上前去 他与一般的野仙自然不同啊 在强硬的仙谷之气抵抗之下 他一步步地走入了林中 终于被他发现了 这莫名煞气的根源所在 只见的林中 有一块硕大的岩石 这股夹杂着热浪的煞气 正是从那岩石之下传来 而岩石之上 依稀地能够看出 几丝人工雕琢的痕迹 胡三太爷上前 抚摸着那块大岩石 仔细查看 终于在岩石的底部 发现了一道符咒 他进到符咒之后 心中便想起了一个人 也就是崔先生 想想他在整个东北 都眼耳通天 自然能够知道 现在精通符咒之处的 只有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熟人 除了他之外 再也没有如此正宗的符咒了 知道了这符咒 是何人所化之后的事情 也就好推理了 胡三太爷自然知道 汗拔的事 自从那圆梅和石绝鸣 魂飞魄散之后 这枚定时炸弹 便由这个小辈处理 看来他是将这拔石掩埋 再用大石头压住 这确实是最合理的一个方法了 胡三太爷刚刚想到此处之时 忽然的岩石 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晃动 似乎弟弟所掩埋的拔石 也感应到了有人前来 胡三太爷抚摸岩石之时 似乎刺激到了他 胡三太爷呢 只感觉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纵然是道行高山 手去一指的妖怪 面对着如此强横的煞气 也不敢拖大 于是他慌忙退后了好几步 然后用自身仙谷之气 硬生生的将这煞气压下 只此一招 胡三太爷就明白了 自己不是这个东西的对手 因为通过现在所见 这句拔石还没有完全苏醒 煞气恐怕连半数都未恢复 方才的热浪 很可能只是本能泄露出的煞气 而胡三太爷则用尽将近八成力道将其抵消 如此可见此物之可怖啊 恐怖的简直无法形容 简直那就是浩劫了 胡三太爷的记忆至此停止 屋子里面的重灾也都回过了神 崔先生和一星星两人脸色凝重 刘雨迪则还是在掐算着 这是汉拔复称到底是为什么 而张氏菲和李兰英则是面面相去 完全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别开玩笑了 照这老妖怪的记忆来说 那个什么汉拔的恐怖之术 完全就超乎了人的想象啊 而且他还不惧怕天灾 或者说吧 他本身就是一天灾啊 要知道跟妖怪斗 他们都不怕 再不计也有办法 可是如果跟天灾抗争呢 那胡三太爷见几人回过了神来 便对他们说道 正如你们所见 就是这样了 很遗憾 我们没有找到燃熙 但是吴等并非 言而无信之徒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现在我就可以为你们填平命格 只不过做完此事之后 我便没有余力 再去应对这次汉拔复生 所以你们选吧 崔先生听胡三太爷说出此话 便陷入了沉思 他想了一会儿以后 转头望了望张氏菲 张氏菲此事心中当真是百感交集呀 娘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解决的时候 忽然又出了这种变动 张氏菲对于破除诅咒这件事情 如果说不想的话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当然想了 他做梦都想了 可是现在这个什么汉拔忽然冒了出来 大家的死活都是未知数 在这个时候如果再让胡三太爷脱离的话 他们胜利的几率将更加的渺茫 这要命的拔尸又偏偏出现在了哈尔滨 这怎能让他不头疼啊 赤地千里 寸草不生 如果拔尸复活的话 不光是他们 整个哈尔滨恐怕都会变成一座荒城啊 他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纵使他解除了四十二截 幻情深又有什么用呢 张氏菲咬紧了牙 说实在的 他此时心中满是恨意 他恨着老天为何如此不开眼 恨自己为什么总是面对这一次一次的选择 这到底是为什么 哎 算了 张氏菲想了一会以后 握紧的拳头便又松开了 他自嘲地笑着笑 然后心里想着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习惯了 只是苦了粮运了啊 该死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自己连兑现诺言的能力都没有 张氏菲的心中顿时出现了一丝苦楚 他明白 自己这一次的承诺 恐怕又没有办法兑现 自己又要失约了 张氏菲鼻子有些发酸 他闭上了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睁开眼睛 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对着崔先生说道 没事 大举为重 确实 大举为重 张氏菲已经不是小孩了 类似的选择 他也做过很多次 他自己都明白 在多数人的生命面前 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沧海一宿 沧海一宿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与之后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